中国给我那么多 我应该那么小的 这些小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自然的 Cristiana是上海的一名抗疫志愿者 来自意大利 住在上海已有40多年 从事商务咨询工作 她所居住的海源居委会 从3月底开始召集志愿者 她主动报了名 上岗后就一直在为邻居们志愿服务 那个时候我是跟我的那个 跟他们那个领导的那个办公室 我跟他们联系了 我说因为我知道的 在这里的话也有好多人 也不是那么年轻的 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帮忙 我知道的我是老外 所以有时候也可能就是 有一点奇怪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在意大利的话 也是做志愿者的 如果有什么其他一些 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的话 我想帮帮帮帮帮帮别人的 Cristiana的志愿工作很琐碎 除了会在核酸检测 抗原检测中负责维持秩序 分发抗原检测试剂以外 还包括送菜 整理垃圾等等 但她对这些工作感到无比自豪 这几天的话大家都在家里 不能出国 所以这样的话有一些人 比如说就是比较 不太年轻的人的话 我是给他们做服务 就是比如说他们收到什么 吃的东西的话 我送上去的 另外的事情的话 因为你也知道的 我们天天的话也有垃圾 我是在做这个 就是把垃圾拿下来 比如说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很重要的东西 为了大家的生活的领域 做做好一点 记者从居委会了解到 海员居委会管辖的楼洞里 老年人比例占42% 因此 克里斯蒂亚娜经常要与上海老人们打交道 虽然她的意大利普通话 和上海老人的上海普通话 南腔北调 但克里斯蒂亚娜却并不觉得 和老人们沟通有任何障碍 在协助核酸检测的时候 克里斯蒂亚娜甚至会帮助 老人安装手机应用 使用二维码 其实这些工作对她来说也并不容易 在这个技术方面的话 我不是最快的人 但是现在的话 我都知道的 每一个APP的话 我在家里试一下 试一下以后的话 学好了 我可以给别人去试一下 怎么用 在上海多年 克里斯蒂亚娜早已深深爱上这个城市 在她看来 疫情之下为身边的邻居服务 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与国籍无关 我是一个外人 但是我是一个世界上的那样 所以没有老外还是老内 我们都是人 绝望的 洪陀 青manas 常 紫 Collabor 融 在